这个课室给大家介绍一下OpenJR扩展的使用和获取 那么之前我们知道Windows下默认的OpenJR版本是1.3 那么后续就没有一个更新 那么OpenJR它具体是如何更新它的版本的呢 这个也是很多开发人员或者初学者很迷惑的 不知道如果现在这个显卡非常好支持到OpenJR4.5 但是我怎么利用使用这些扩展这么高版本的一个功能呢 它不清楚 然后呢在Windows上编写代码的时候 一看这个还是很老的一个版本 不知道怎么用新版本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来获取和使用这些新的功能 那在OpenJR里面 它并不是以这个API更新的形式 或者是发布新的开发包这种形式来更新它的这个功能 而是通过扩展 那怎样呢 怎么叫扩展呢 那么举个例子 因为Windows上已经不更新了 那么它呢提供了一种机制 可以比如说我现在增加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功能是干什么干什么 假设说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解压纹理 这个创建这个压缩纹理这个功能 但是呢 现有的版本里没有 怎么办呢 你首先要判断说 看看你这个显卡支不支持这种功能 那么有可能这个功能 在一些显卡上支持了 那么在一些比较老的显卡没有 先判断它支不支持 那么它就发布了这样一个扩展 叫什么呢 叫做压缩纹理的功能 那么怎样获取它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 通过这个函数 比如说叫EST吧 等于GRGateStream这个函数 GateStream呢 它是一个查询过程 那么参数呢 给什么名字 它返回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我们给定GR-extension 扩展 那么返回的就是我当前的这个显卡 所支持的所有的扩展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值 好 获取到了 我们看它返回的是个字符串 我们大家看 这叫GRAMDMultiJaw Indirect GRARB Array 以空格格开 那么这些呢 就是它支持的扩展 那么看我们这 我当前这个显卡支持的扩展还很多 也就是说 它的版本号也很高 还支持ARB ES3 支持OpenJaw ES3的版本 等等这么多 这个呢 就是它支持功能的一个介绍 那么你如果得到了 它支持这个扩展 比如说 它支持ARB Buffer Storage 这个扩展 那么这个只是告诉你支持了这个扩展 那么你怎样去使用它呢 那通过获取对应的函数的指针的形式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叫什么呢 WGRGetProcess 给一个函数名称 假设 我们给什么呢 我们来找一个吧 在OpenJaw里面有这个定义 打开 打开 下面的这些 就是它的扩展 这个呢 叫什么呢 叫FPFN GRArrayElement ESCPLC 那么我们如何获取这个呢 它是一个函数指针的定义 那么我们用它的时候 怎么用呢 这样 你除了知道这个指针 你还得知道它的声明这个指针 返回值 强转 你还要知道对应的函数名称 那么对应的函数名称 就是这个名字的小写过程 就是GLArrayElement EXT PROC 那就这个名字啊 就这样来获取 我们看 GLArrayElement EXT PROC 好 这样就获得了这个函数的指针 我们看看 获取的道路 大概这个呢 就没获取到 没获取到呢 很有可能是我们传递的这个参数的名称 它不正确 那么怎样得到这个名称呢 这个呢 我们就要到官方网站 到OpenGang官网 它的扩栏里面去查这个名字 那么这个过程呢 还是比较麻烦 我们找一个存在的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存在啊 这个没有这个PROC了 就直接叫 叫这个EST啊 就这样的 要么是全大写EST 要么是小写 我们试验一下 这PROC指过程的意思 可以不要 大概还没有获取到 那么我就把这个EST 全部大写 这样 大概获取到了 说明这个函数存在了 那么接下来呢 你就调用这个函数 来访问里面的功能 那就调它吧 那我们一般呢 把这个名字命令成这样 大家就像函数一样 它的参数什么呢 一个印的值 给个I 给个0吧 这样 我们就使用 OpenGR 这个扩展库里的一个功能 首先我们要判断 这个扩展存不存在 存在以后呢 调GR getPROC 得到对应的函数的地址 然后再调用它 那么我们用的这个库 叫什么名字呢 叫GLEW 这个叫一个扩展库 叫GLEW 就这个库 这是它官方网站 GLEW 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下载到 那么我呢 在这里已经下载到它了 怎么用呢 有两种应用的方式 第一个 我们下载它已经编译好的裤 下载它已经编好的通代裤 和LAB 通文件 第二种方式 是直接使用它的代码 这个呢 是我建议大家这样做的 它的代码呢 就只有这一个文件 就这个文件 我们直接把它 放到我们的工程当中 放到里面来 接下来呢 就是它的头文件 头文件就是它报案文件 有这么几个 我们也把它 放到我的 这个里面来 那么当然 你也可以把它 为了方便起见 你可以把它放哪里呢 放到这个里面啊 这样嘛 放到这 使用的时候 包含这个文件 先呢 把这个原文件 加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用原文件的方式 编译它 接下来 我们用的时候 要包含这个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gr下 grw 点 h 这个 我们要指定它的 包含路径 这个已经有了 我们是放在 这个下面的gr gr下有个grw 这个点一次文件 有了的 因为这个名字 跟系统的冲突了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叫grw吧 改过来 dw 为什么还没有呢 主性 包含路径 这个下面的grw 下的grw 点一次 按理说它应该没问题了 我们编一下 找不到再说 好 这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包含 它又包含这个 所以这个路径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个呢 要做一点小的改变 叫什么呢 既然ew 双引号吧 原代码方式 这个呢 就对应到这个酷 没找到位置 我这里面已经包含了 为什么还找不到呢 这里烧写了个s a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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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应 这个酷呢 要做一个修改 好 这样的话就编译过了 它下面报的呢 是一些警告 我们呢 可以不管它 这个告诉我们 必须 北报 这个gr.a 进行更入的 北报这个了 那我们就把它 换一个位置 也就这个 头文件在使用的时候 必须在opengr 头文件之前 ok 那么 引入这个酷以后 怎么用它呢 要在我们的opengr 初始化完成以后 做 那我们要回来 改造一下 那不能在这个里面 构造里面做这件事啊 因为构造的时候 opengr的环境还没有创建 所以它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加一个函数吧 叫 实践 uninitgr 这个函数在哪里调用呢 opengr初始化完成以后 我们在这儿 调用它 然后呢 在 我们这里要重写这个函数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初始化 opengr完以后 调用 调用哪一个函数呢 grewinit 调用这个函数 来初始化我们的 扩展库 再编译 看看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grewinit 失败了 无法解析web号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 直接使用的头文件 那么我们 要做一个定义 到这个库里面来 看看 这个api define define 既然 ew 我们要把什么给它定义掉呢 把这个 因为我们用的是原文件的方式 不需要这样一个红 我把它去掉 这个红叫什么呢 我找一找 好 我们定这一个 用原文件的方式呢 稍稍复杂一点 在c++里面 在这个预处理器里面 加一个红定义 告诉它 我们用静态方式 定义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grewinit 加入我们的库了 这个时候 我们再访问所有的这个 opengr的扩展 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再用的时候 比如说这里面定义的一些扩展 像这些 就是它的扩展 那看的话 大家可能看得会比较迷糊 这些呢 也是它的扩展 用的话 直接调这函数名称 直接用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扩展 库的一个扩展 获取和使用